这名甜甜师傅很特别哦 他念的是美国名校 也曾经在纽约担任城市设计师 至于为什么放弃高薪 而且跳动转行呢 原因竟然是他吃到了超完美的法式蛋糕 所以心里头很感动 就让这个工程师当下决定辞掉工作 转换跑道 对我来讲 吃蛋糕并不是很吸引我 我喜欢做蛋糕 我喜欢法式甜点里面 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组合 到最后怎么样去呈现它 法式甜点的细腻度 让苏浩宇深深着迷 也让他舍弃人人称现的高薪工作 把做甜点当成做艺术品一样慎重 我看到以后 我就在想说我要怎么去达到那个东西 因为没有人教你怎么做 我有两天没有睡觉 只为了蛋糕已经做好了 最后的呈现那个东西 就让我费情忘食 然后最后做出来了 我觉得那种挑战性才是它吸引我的地方 眼前是苏浩宇最新研发的新芒塔 黄澄澄的灵面上头交错让人看了赏心悦目 宛如蜘蛛网的装饰 却足足让它废寝忘食两天 绞尽脑汁 因为它对温度非常的敏感 所以说我刚刚在操作的时候 我不能够停 因为它是三种不同的材料下去 利用不同的温度不同的密度去制造成这种花纹 黄色的部分是白巧克力 还有一些糖类的东西在里面 那白色跟红色的话就是果胶 利用喷腔制作出一个个模样与众不同 独一无二的新芒塔 在做蛋糕的时候除了好吃以外 连最后那个步骤 都会要想说你怎样去吸引客人 去吃这个蛋糕 当然想出来是很开心 可是想的过程是很痛苦的 很煎熬的 外观制作带有学问 而内馅滋味更是丰富 具有层次感 这里面是法国的覆盆子果泥 然后我把砂糖跟果胶慢慢地加进去 煮滚后肉馍进冰库冷冻 这才只是新芒塔丰富的五个层次里 其中一个步骤 做法式甜点跟传统的糕点不一样的是 做法式甜点是跳来跳去的 我今天也许做这个 明天做那个 然后两三天以后再把它拼张起来 这一层脆片的时候 是让你在吃的时候 有另外一个层次的口感 每个步骤还得耐心地测量温度 后温达到最完美的品质呈现 煮到我要的118度 然后把它慢慢地倒入打发中的蛋白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芒果慕斯 那这里面是芒果果泥 我们要把它加热到80度左右 让它把吉利丁给融化掉 芒果泥到达适当温度后 加进吉利丁搅拌 使用数一数二的食材 结合冷却后的芒果果泥 芒果慕斯终于大功告成 接着将塔壳挤满芒果慕斯 然后把刚刚我们压的脆片 就是牛奶巧克力的脆片 放在塔的最底部 接下来把蛋糕的部分 放到塔里面去 细心收边后层层堆叠 丰富滋味 一刀切下多层次的剖切面 好看也好吃 这边的甜点就是做得很漂亮 然后口味也不错 所以就来吃吃看 塔皮就很脆酥 所以吃起来觉得蛮好吃的 对 然后里面的馅 我觉得那个口味也都还蛮 就是蛮绵密的 跳脱框架的法式甜点 还有爱蜜莉亚 这是苏浩宇花费半年 才研发出的明星蛋糕 外形像不像是法国淑女 戴着蕾丝花帽一般高雅迷人 对 我已经有38岁了 所以我已经电脑工作 已经做了十年 然后觉得非常无趣 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 名校硕士的苏浩宇 在美国电脑公司 从事城市设计师多年 月薪高 工时短 是别人眼中称现的对象 不料当时他一点也不快乐 我那时候工作是早上8点进公司 下午3点就可以回到家 一个礼拜工作4天 大家都非常羡慕我 可是在那种环境下 一年了以后就会觉得说 人生太无趣了 想要有一点挑战 毅然投入法式甜点的世界 也特地到美国知名的学校进修 一心想把法式甜点做好 不料创业后问题接踵而来 那是无助 那真的是无助 一个人就是到很多人都想要骗你 就说这个柜子蛋糕柜 我去问他说这个蛋糕柜多少钱 这一个而已喔 23万 直到我成交 我请人家去帮我买 13万 逐渐发现创业的黑暗面 与其说挑战 我想要去尝试不同的东西 我当然也没有想到说 转行会这么的辛苦 但为了能就近孝顺 年事已高的双亲 他还是决定回到台湾 与其说我每年都要花 跟公司请假三个礼拜 回台湾看父母 那我不如就干脆回来台湾好了 Alex的爸爸妈妈 他们独自在台北 那我们也很心很难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说这是他一个梦想 然后觉得有机会去实现 那再不做的话 就可能会后悔 或者是只能够永远去想 我当时怎么没有做 所以还是就做了 就支持他了 对 就支持他了 赵雅会笑说 夫妻就是同龄鸟 先生有梦 做妻子的只有支持 没有活在别人眼光里 苏浩宇找寻自己最快乐的人生 他的甜点兼具美味和美感 也呈现他收放自如的生活态度 是最后一切的 不会有什么 是最后一切的